美中关系 美国国务卿克里仍正在欧洲访问 他在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美中关系的时候 描述了最近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观感 VOA卫视记者张荣香现在就来到了美国的国务院 我们现在就立刻请荣香带我们掌握最新的讯息 荣香你好 东宁你好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感觉到中国新的领导阶层 正在思考如何发展新的美中关系模式 并且在不同的领域展示不同的中国 克里在北京访问期间听到了中国领导人讨论到 什么是中国梦 而克里对美中关系的定义 不是朋友不是盟友不是敌人 而是伙伴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克里如何描述美中关系 美国与中国还没有达到盟友的关系 但也绝对不是对手或者敌人 美中在许多方面是伙伴关系 而我们希望扩大合作的范围 这是几天前我访问北京时向中方传达的讯息 我相信中国新的领导队层有兴趣扮演非常不同的角色 我们必须谨慎培养与中国等大国的关系 一方面尊重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努力达成最高标准的普世价值 例如人权等等 与其同时美国国务院史学办公室公布了大约1200页 从1977到1980年代 卡特政府时期美中建交美台断交的相关史料 这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公布相关的文件 他描述了美国如何在美苏关系恶化 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南半岛战火重燃 以及邓小平时期美中如何走向关系正常化 以及后来美中如何在经贸文化及科技的交流上取得了进展 东宁 好了 荣湘我们知道谈到美中关系 朝鲜问题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 尤其是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更加发挥影响力 促使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那么请荣湘为我们说明一下 美中两国最近在这个议题上有哪些重要的磋商呢 荣湘 美国国务卿克里不久前在东北亚访问的时候 说过未来会有更多的外交磋商 一方面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 5月7号访问华盛顿 他将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峰会 那5月8号朴槿惠将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这是高调告诉外界 美韩之间兼顾的同盟关系 朝鲜不要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美中呢也持续密集的磋商 美国国务院表示伍大伟也就是中国政府主管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 在华盛顿和白宫国务院的官员进行的具有建设性的磋商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国务院的代理副发言人文特雷怎么说 中国外交部负责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武大伟 与美国官员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 武大伟建了美国主管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戴维斯 六方会谈特使夏千福 负责朝鲜人权事务的特使罗伯特金 以及主管制裁政策的官员弗里德 星期二五大伟和国务院次卿谢尔曼代理亚太助卿 尹汝尚以及白宫国安会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拉塞尔见面 这是美中就朝鲜问题密集对话的努力之一 希望平壤政府改变态度 迈向非核化遵守国际义务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也引发了关切 那么国务院表示呢 如果朝鲜采取举动 让美国有信心 相信这样的粮食援助会受贿于朝鲜人民 那么美国会加以考虑 不过呢 根据朝鲜最近的挑衅举动 让美国并不具备有这种信心 那最后呢 两条腿走路 除了在华盛顿 在北京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 已经抵达北京 继续美中之间的密集的磋商 东宁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VOA卫视记者张荣香 在美国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1865年4月14号 美国总统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遇刺 今天的一周历史亮点时间 我们要带您回顾 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总统遇刺身亡的事件 并了解林肯总统对于美国的深远影响 请您持续锁定VOA卫视 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单元 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时时看还要带您关注更多的 美国和国际新闻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